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大夏从无公主不可参政一说 况且杨氏案就是本宫查出来的 这秦氏案又受杨氏案所牵连 本宫来查有何不可 这秦家小姐夫逃出去了吗 怎么又跑过来了 来喊人的吧 公主来了 明女秦珍珍 业家蒙冤 还请殿下为明女做主啊 嬉禀父皇 儿臣为申冤而来 你要为何人申冤啊 梁州秦氏 秦氏有何缘去 秦氏满门中烈 被乌火通杨氏通敌卖国 外敌来伴 我叔伯兄长千丝鲨鱼将场 如今便将告诫 朝堂世家为针封赏 请无减我秦家 勾结杨氏通敌卖国 看秦殿下为明女做主啊 秦小姐你别这样 此等大事 还是不能草率 你 你也不敢接了是吗 套会上我不去找太子 太子在朝堂上跟那些世家穿一条裤子 怎么可能管啊 那平月殿下会管吗 殿下皆写书了 殿下要管这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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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在三司会审 不会有误 殿下不知实情 怕是被小人所误啊 上官大人 有人会用自己的性命 让本宫误会吗 这 父皇 这便是秦氏女的陈渊血书 承上来 儿臣游记得他临死所托 定是蒙受了天大的委屈 这秦家人若当真为人所诬陷 那定是千古其冤啊 父皇 您一世英明 不可毁于乙穴 岂有此理 上官 这秦氏壮旨上所臣 于你们向朕承报上来的 可是相差甚远哪 陛下 千古其冤他们一面之词啊 那你们就不是一面之词了 陛下 好了 朕不想听你们辩解 秦氏案 换人再审 之前参与过审查的官员 也要一并彻查 到底有没有刻意构陷 是 陛下 老臣愿欺审此案 父皇 不可 此案涉及人员众多 且多为世家子弟 世家殷亲 关系密切 此案若交给上官大人 儿臣信不过 陛下 微臣请求 儿臣也信不过 你这也信不过 那也信不过 你到底要怎样 父皇 秦氏女 是死于儿臣怀里 儿臣答应过她 一定会查清此案的 还请父皇允许 由儿臣 亲查此案 这怎么可以啊 公主乃后宫女子 朝堂之事 我没管过吗 我大夏 从无公主不可参政一说 况且 杨氏案就是本宫查出来的 这秦氏案又受杨氏案所牵连 本宫来查 有何不可 殿下 按照备份来说 老臣也算是您的长辈 您当听 老臣一句劝了 按照官位品级来说 殿下还是陛下的嫡章女呢 上官大人 遇见殿下还不得行个礼啊 难道 不能听殿下一句劝吗 不知尊庇的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 上官大人此话 是什么意思 下官不太明白 莫非 这朝堂之上 面对上官大人 我这御史台的人 连话都不能讲了 陛下 此案 若真如殿下所说 那恐怕 会涉及朝中所有审查机构 的确应当 由第三方来审查 太子 你到说说看 儿臣以为 可让阿姐一事 殿下 舅舅 若我们问心无愧 又何惧审查 太子说得有几分道理 就这么办吧 秦氏案 就交由平月 重启再神 之前杨家一案 也是你督办的 朕知道你的能力 若此次也能办好 朕就单独为你设立个官署 就叫督察你 大司 日后监察群臣之事 朕便交于你 平月长大了 想替朕分忧 那朕就给你这个机会 这样 你到成城军营 去挑选五百精兵 干好了朕有赏 儿臣谢过父皇 行了 就这样吧 朕尔臣 朕尔臣 此次为何突然想到 要管秦氏一案 舅舅 我方才不是说了吗 秦小姐找到我 我不忍心 秦氏蒙冤 你既然叫我一声舅舅 那你我就不必遮掩 殿下 既然已经嫁人了 何必管这么多呢 舅舅的意思是 舅舅的意思是 让我不要管 此次西北之事 本是陛下交给太子的烂摊子 老臣忧心太子殿下 所以才联系了几位族亲 想尽了办法 本下西北 可大晟之前 陛下临时换将 强行让萧素成为主将 萧素报给陛下的领赏名单 不知殿下可知晓 愿闻其想 这些名单里 大多是韩文 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世家子弟 基本未得到封赏 所以 才有了朝中的争论 殿下想给秦家讨一份公道 老臣明白 但老臣这里的公道 不知殿下 打算如何给 可这秦家 到底有没有罪呢 我知道 舅舅是心疼我和川儿 其实我和川儿 也很接挂舅舅 朝廷征税 免世家税赋 上官家在幽州 拥地禁办 每年收益 甚至高于朝廷征税 除缺免税 还有管理 野野田等特权 然而边境受扰 又逢天灾 朝廷正两边为难的时候 父皇便想向世家征税 是川儿 川儿念及舅舅 同父皇上意 说服了他 殿下这是在敲打我 那要看舅舅如何理解 舅舅 舅舅 我还记得 小时候在宫里 你每次来都会带风筝给我 我们还一起放呢 舅舅 您是荣儿的家人 荣儿希望我的家人 都能够好好的 水满则一 月盈则亏 此乃圣人之道 还望舅舅铭记于心 那荣儿先告辞了